現在我就想示範開一個Github 帳戶和加入Github 給學生 這個很重要,因為很多是有掃東西的 你按一下就知道了,有很多東西玩的 有一個Dominion送給你,不同的軟件給你用 很多工具,買一個Dominion沒有錢的 送一個Dominion.com給你玩一年 這些Tools是很有用的,一定要用一個JetBank 有些Course會用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次叫Github for Student 我們就想用Coursebase 我們現在就要Sign Up 先註冊帳戶 可能有些介面會選中轉的 但不要理會了 我們先進一個E-mail 我們先進一個StudentE-mail 其實你玩Github 的時候可以放幾個E-mail 你說畢業後不見了,Github很糟糕 那就肯定很糟糕,所以你放幾個E-mail是對的 但因為我們想用Github for Student 所以我們先用Student帳戶去註冊 先進一個主意的E-mail 然後你應該要加多個副E-mail 是你個人的E-mail 那你拍了之後 你有個E-mail 就不會有人見了帳戶 那我們就登記它 我的學生E-mail 我扮學生E-mail 我的ID 我扮學生E-mail 我可以做Teams用的 這樣吧 我們就扮學生用 接著要設定一個密碼 你設定一個密碼 你自己要記得 千萬不要弄太廢話 完成就可以了 OK 現在設定一個密碼 設定一個User名 User名 就要Unit 因為它有一個十度命的東西給你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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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是Cyres Wong 我剛才選擇了 那我可以選擇 那我看到Not Awareable 你還可以 那你選擇一個人 你還可以 那我調轉那個 我就是Personal那個 U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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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r... Demo 還是給人練過的 那我... 就這樣吧 因為我做個 I.T.114 1.15 Skill Dun 那這些名字 你選一個好一點的名字 不要太搞笑 太怪了 因為其實 GitHub就等於一份CV 即是一份ProFile 其實很多工 都只看你GitHub 其實這些工作 有些同學生 基本上見工就開GitHub 有些更有趣 有些朋友 基本上就是 那些人在GitHub看到的東西 就直接去外國 因為我朋友進了Unreal 在新加坡做Unreal Engine Game Engine 因為其他朋友 他就放在Code上GitHub 然後那些人就直接 Unreal Game Engine 找了他 那... 你選一個名字 正正常常 不要太搞笑 那我今次就IT 一人是Skill Dun 那接著就問 你接不接受 會不會收到更新的 又要收到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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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收 因為... 我已經有另一個帳戶 在收到更新的 那接著就是... You are a human 我們要玩Puzzle 嘩 Pigbase Be Real Galax 嘩 我都不太懂 真的... 你... 嘩 不太深的 那些題目 那我不知道 那你... 可能你的題目不一樣 那叫旋轉行星 可能你會不會回答 不過你再試幾條 那我們現在先去建立一個 結合帳戶 因為結合帳戶很重要 那你會收個... 呃... 收個碼 那你先等一等 我們先看看Email 等我一會兒 等我一會兒收到Email 沒有先 呃... 未有Email 沒有Email CY Thyber 我說對的 沒有打錯字 在這裡停一停一停 那我剛才 那我就... 做了一個搞笑的事 我真的入錯了Email 所以改了 因為呢 其實按個設定 那裏 我說不知要改了Email 但不用理會 因為其實也不是什麼問題 那我真的收到Email 那... 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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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把連結 因為我已經用Bowser 不是DefiteBowser 那你貼回去 那你應該就能確定 那Email 那... 哦... 那這個叫Code過了Key 那... 為什麼會有一個故事 那... 現在又要... 那... 再按多次 那... 那... 如果遇到這個問題 就可以設定再按多次 那... 那... 可以了... 呃... 可以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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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個樣子來的 剛剛就卡了他的連結 你可能也會遇到這個東西,然後再進入碼 我這條連結合就拿了 然後再進入碼 然後再貼下來,然後再確認我這個電郵 那就完成了,我們就成功開到結合帳戶 這是我新的GitHub帳戶 這是對於你來說很有用的東西 因為有很多免費工具 還有一個IT人連GitHub也沒有 根本上你真的沒有身份證 不是出來行走光顧 我們現在就完成了這個 我們應該先看看設定 你有興趣可以看看設定 通常你都會在這裏 收集一張照片 因為都是有身份的象徵 收集一張照片,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你可以設定名字 然後你可以寫你的碼 有些不同的東西可以全部進入 因為這些你真的記得我們進行工作 可以做這件事 但這次我不是想做這件事,我想做GitHub for Students OK? 現在這裡就麻煩同學 你在Google GitHub for Students 因為我打錯字 GitHub for Students 你貼上去GitHub for Students 你打進去GitHub for Students 你會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這個其實你一按你就知道 你可以說有Student Pad的東西 Student for Education 哪條連結都可以 沒有分別的 最重要是按一下 這是第一個廣告 Get your benefit for students 應該要Sign in 但我們先按一下 你要確認我的身份你是學生 好 其實按一下就可以了 怎麼這麼有趣呢 按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的Email問題 Email是EDU尾 它應該就已經不需要你Verify 你看到它這樣按一下 你現在見到GitHub for Students 這一點點 你看到這個尾 VTC 因為我們註冊了這個Domain 因為我們VTC申請了這個Domain 因為我們一看才是我們 所以你就問 我想你 你申請很簡單 你給我一個Vsad I want to learn programming 這樣就可以了 你隨便打個Vsad就可以了 看來看 I want to learn programming 可以 按一下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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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這樣卡住 你一是上載照片 然後就能夠Refresh 因為你第一次授權 現在 我知道為什麼 我開不到Webcam 因為我現在用這個OBS 在做Webcam 我一定要拍照 然後放上去 我開不到Webcam 因為我沒有兩隻Webcam 但你不用理會 你按這裡應該要授權 你再看不到Refresh 可以拍照 好吧 我先停一停 先停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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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